我賣不到樓 這麼刺激賣 今天就是賣一個樓很貴 那你又知不知道究竟在香港一層樓 需要花多少錢呢 今期我就教一個簡單的解數方法 幫大家計算一下自己的實力 可以在香港賣多少錢的樓價 大家好我是Liz 這個頻道最主要講香港留意的資訊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點贊訂閱支持一下 那我們開始講吧 首先你要準備兩件事 一個就是你的本金 第二個就是你的收入證明 本金可以是你的積重 可以是你的現金流 總之就是一個錢 應付以下的費用 包括了首期 印花稅 按揭保険費 益費用金 律師樓的費用 最主要是這五大費用 如果預算足夠 中收的費用 都可以計一計的 如果沒有什麼預算 你可以簡單打數一下 就可以入住了 在五個費用之中 首期是佔最大頭 其次就是印花稅 再其次就是按揭保険費 按揭保険費有少許特別的 因為你可以向銀浪借錢去供 所以這個你不需要直接淘汰 去逃出來 當然你可以逃出來 可以的 有經紀擁有一個 之後就有律師樓 連同些集費 大概三萬之內 就可以搞定了 第二 你需要有一個收入證明 現在香港賣樓 除了普及錢外 最多人做的 就是做按揭 而做按揭 需要看什麼呢 就看你的優息證明 現時的利率3.625L去計 你會向銀浪借100萬 分30年去算,你的月供款是4561元 不压力测试的收入是9595元 为了方便我们去计算,我会四写五入变成 你不会在银行借100万,你需要有1万元的入息 你计算出来的不准你会比较高 就不会出现enofo比较拷窿的情况 有借用年单的网上也说 有一个人在终于上班 他本金就有100万元,又是4万元 他可以买到多少钱的楼价? 简单去运算一下,他的本金就有100万元 再加他收入有4万元,即可以在银行借400万元 加上就等于500万元的楼 只要在香港买1000万以下的楼 你进高的按揭成果可以借90% 因为他收入未必够,又要预送少少些钱 去给其他费用 所以我们简单调节一下 拿一个平衡大概是85%的按揭 然后就把所有费用换位置排一排 首先首期那边他给15%,即是75万元 首次印花税那边是1万2500元 按揭的保险费大概是1万9千元 经纪用金大概是5万元 律师的费用大概是1万元 总数4.5日之后就是98.2万元 还剩下1万8千元 差不多可以计算公一期的楼 整条数计算完之后,大家都很精识很容易计算 是不是很简单呢? 拿着这个方法去找自己预算的楼 去看、去谈、去成交 欢迎你们一路看楼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